全世界最危险的十个水域 你见过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湖吗? 你见过能将生物迅速变成化石的神秘湖吗? 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跳进天然泳池里游泳? 可能是美丽的湖水或者平静的水面 不过千万不要被表象所欺骗 从能将你直接煮死的湖 到水里充满化学物质能将你直接溶解的湖 亦或者是湖离你无法逃脱的洞穴 这些危险的水域遇到了千万要远离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让你命丧黄泉 今天老王看世界和大家一起看看 世界最危险的十个水域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带你探索更多未知的神奇世界 第十名 蓝色蟹湖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越美丽的东西越危险 在英国德比郡的一个乡村 隐藏着一个看似美丽 实则非常危险的湖泊 这个湖泊被称为蓝色蟹湖 准确的应该说它曾经是 因为在2013年和2020年 当地政府为了阻止热中的居民潜水 于是将水染成了黑色 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 尽管这个湖泊的名字叫泄湖 实际上这个湖泊位于一个 古老的石灰岩采石厂中 在1952年停用后 这个采石厂被留下来 并收集了很多雨水 由于周围的石灰岩岩石渗出的 碳酸钙晶体进入水中 水逐渐变成了那种令人陶醉的绿松石色 但也使得泄湖的碱性PH达到了11.3 安得PH之为11.5 漂白剂约为12 水的危害强度足以引起皮肤刺激 胃部问题 甚至可能导致化学灼伤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下水 尤其是在封锁期间 尽管水中充斥着大量垃圾 死去的动物尸体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标志 但人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 在这个湖中游泳 虽然公共泳池的声誉并不好 但在一个被垃圾包围的漂白剂泳池中游泳 显然更糟糕 第九名 鸣门漩涡 如果你是一个动漫迷 那么这一个水域绝对适合你 在日本有一个名门海峡 这是一个德岛名门市 和兵库县淡路岛之间的海峡 这个海峡不到一英里长 但它将太平洋与内海连接了起来 这里的潮汐每天都会掌握两次 当潮汐掌握的时候 就会发生令人惊奇的事情 因为如此大量的水被推入 或被拖出这个区域 潮汐会在两个海之间 创造一个五英尺的水位 而且由于海峡非常狭窄 当水流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 冲到这里时 会形成一个直径于66英尺的巨大漩涡 这个漩涡被称为明门漩涡 听到明门漩涡这个名字 动漫迷是不是第一个 便想到了日本漫画 《火影忍者》中的漩涡名人 尽管漩涡本身的力量 并不足以对船只构成威胁 但对于单独的游泳者 却十分危险 因为他们很快会被卷进漩涡里 比如在2014年 一位勇敢的水下摄影师 打算拍摄英国康沃尔郡一个 相对较小的漩涡的尽头 但最终未能返回水面 虽然漩涡看起来很小 但它产生的水流 却有能力将人类拖到水底 并把它固定在那里 在没有任何呼吸器的情况下 这无疑是致命的 第八名 水库 水库通常是为了防洪而建造的 因此 它们会有一些魅制元素 使它们变得极其危险 以加利福尼亚州的贝里耶萨湖为例 该湖由304英尺高的 蒙蒂塞洛水坝支撑 水库延伸超过15.5英里 当水满后 可以达到275英尺深 如果遭到大雨威胁 有可能会超过这个水位 并溢出大坝 贝里耶萨的秘密武器 就会开始工作 这是一个直径超过72英尺的 开口一红道 本地人称之为荣耀之洞 这个荣耀之洞 会将水从200英尺高的高度 引导到大坝地步 下水渠直径约28英尺宽 借助这个设计 一红道可以排出48000立方英尺的水 大约是359000加仑 这意味着在使用它时会产生相当大的水流 尽管此处设有警告牌 甚至是禁区 但仍然阻止不了那些试图碰运气的游泳者 在1997年 大雨之后 一名女性决定测试一下自己的胆量 她无视所有的警告 并靠近荣耀之洞游泳 结果不抵水流 她很快被拖入洞口 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时 拼命地抓住了洞口边缘 但洞口距离最近的帮助点有数英里 所以经过20分钟后 她失去了控制 被水流拖了下去 不经遇难 但尽管类似这样的事故层出不穷 却依然阻止不了一些人 比如英国莱迪鲍水库的这两名垂吊者 他们似乎一心求死 与贝里耶萨不同 莱迪鲍水库有两个被称为下水道的漏斗 每个直径为78英尺 还有一条66英尺长的下水渠 会通过隔山将水注入大坝另一侧的河流 他们可能没有贝里耶萨那么长的落差 但通过那些交错的时间 我认为被拖入这个水洼会更加痛苦 尽管管理水库的公司允许人们在水库上垂吊 划船和游泳 但禁止人们靠近一红道 显然这两个垂吊者忽略了这一点 幸运的是 到目前为止 这个下水道还没有记录到致命事件 第七名 大洞 对于很多湖泊来说 肉眼很难判断出他们到底有什么危险 但对于南非的这个大洞来说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的名字相当贴切 曾经被称为金箔利矿 因为它曾是一个露天钻石矿 于1871年开始挖掘 挖掘工作便一直在进行 这个洞宽1500英尺 深790英尺 它的深度相当于克莱斯勒大厦的五分之四高 随着洞的深度增加 矿工们出入的唯一途径 就是乘坐危险的空中缆车 但到了1914年 在挖掘出了2200万吨岩石 以及三吨以上的钻石之后 矿井的工作便停止了 安装在底部 防止洪水泛滥的水泵也被拆除了 水自然而然地填满了大坑 尽管部分矿井被填平 但大洞依然还有705英尺深 坑底还有134英尺深的水 洞里的四壁被陡峭的岩面包围 几乎无法攀爬 所以如果不幸掉下去 那么生还的机会是相当渺茫的 在2013年 有一只不幸的狗掉进了洞里 它在坑边绝望地游了好几天 希望在陡峭的岩壁中找到一条出路 最终 路过的人们发现了它 投下一些食物 并通知了紧急救援人员 但救援人员犹豫不决 因为矿井的墙壁非常陡峭 他们没有足够长的绳子来让人下去 他们多次尝试将狗救出 但直到第八天 一队由七人组成的团队被送到坑里 使用了绳索和滑轮系统 最终才成功地将狗掉出来 所以 除非你会飞 不然我不建议你跳进这个死亡陷阱 第六名 湖泊 在澳大利亚有一个西里尔湖 这里以其鲜艳的粉红色湖水而闻名 这个长达2000英尺的湖 位于该国中部岛屿的海岸 被一小片陆地与大海割开 其湖水颜色之艳丽 看起来几乎像是假的 这里的水非常咸 之所以能得到这么美丽的颜色 是因为水里有红色的细菌和藻类 它们都含有红色类胡萝卜素 这是一种能帮助它们 抵抗极端环境的色素 比如高盐度 但尽管这边水域盐分含量很高 但这些水域并不危险 除非大量摄入 所以 这里变成了很多博主们的粉色天堂 不过老王 希望你们不要为了点赞喝的 毕竟 这并不是什么健康的水 然而 在世界的另一端 还有一个五光十色的湖泊 乍一看 它看起来像是由液体翡翠制成的水域 但这里绝不适合拍照留念 因为这里非常危险 这个湖泊 位于墨西哥一个火火山的火山口 这个火山被称为埃尔奇琼火山 在1982年的灾难性喷发之后 火山口的深度约为420英尺 形成了一个湖泊 将超热的地下水 从火山口底部引导到了湖里 但这些水域之所以危险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很烫 而是因为水里溶解了地下岩浆的火山气体 如二氧化硫 硫化氢 氢氯氯 和氟化氢 这些物质 不仅使湖泊呈现出闪闪发光的绿色 而且还会使水呈现酸性 在1982年火山喷发之后 火山口湖泊里面的水 酸碱度为0.5 这与蓄电池的酸碱度相同 尤其是里面还含有硫酸成分 这使其变得更加致命 所以 如果你想找一个陌生的地方游泳 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在陌生的地方游泳吧 第五名 伯克利坑 如果你去蒙大拿州的比优特市 你可能会发现 它的边缘处 隐藏着一个长达一英里 宽半英里 坑深约1780英尺的深坑 这个坑里充满了一种 只能用不祥来形容的红棕色液体 这个坑被称为伯克利坑 它是1950年用来挖掘铜矿的 可谓是纯手工打造的坑 但在1982年 由于各种原因 它被关闭了 它们还关闭了防止地下水泛滥的水泵 因此 坑里填满了雨水 水又从周围的岩石中 滤出了身 隔 鲜 和硫酸等化学物质 因此 使得水呈现出诡异的颜色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1995年 一大群血焰在迁徙时飞了下来 准备在湖中休息躲避风暴 但第二天发现 大焰全部死亡 而且整个身体呈现出完全烧伤的状态 这是因为湖里的水呈酸性 并且pH值达到了2.5 这个程度足以让皮肤严重烧伤 甚至死亡 经过这一事件 蒙大拿州政府也采取了措施 对坑里的水进行了特殊处理 但尽管如此 水里仍然还有剧毒 以至于当地政府对伯克利坑 开展了一个水禽保护计划 以阻止任何鸟类在那里休息 虽然并没有相关规定禁止人类在伯克利坑中游泳 但你知道的 在这个坑里游泳意味着什么 第四名 英潮坑 位于佛罗里达海岸 有一个被洪水淹没的天坑 乍一看 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游泳池 这里的水 有时是完全清澈的 但有时 它的水几乎是黑色的 这是被周围植被中 称为丹宁的天然颜料给染黑的 但无论水面上的水看起来如何 一旦你潜入水下 危险就会升级 在湖的下方 有一个巨大的水下洞穴系统 深达310英尺 延伸超过1英米 而且全部一片漆黑 因此 成为了潜水员们的打卡圣地 他们对于在水下探险 有着狂热的热爱 而且几乎是在一片漆黑 忙碌的状态下 更让他们疯狂 然而 水的深度并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在于 有些疯狂的潜水员 想要探测洞穴更深处 甚至是探索以前未被发现的 洞穴和隧道 然而 这样就会让你置于最危险的境地 当你在一片漆黑中 周围的岩石在手电筒光下 看起来都一样时 便很容易迷失方向 因此 一些野心勃勃的潜水员和游泳者 就因迷路游得太深 结果 永远也没能回到水面 从1981年开始 至少有13名潜水员死在这里 尽管洞穴里安装了一些警告标志 试图劝阻那些前来探险的游泳者 不要因为游得太远而迷失方向 但仍然阻止不了那些赴死之人 第三名 雅阁布景 炎热的夏季 在小溪中游泳 绝对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特别是当这条小溪能通向一个全眼时 那么就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拍照机会 因为 这个水流通常都是比较小的 然而 美国德克萨斯的雅阁布景 却异常巨大 直径达到了12英尺 仅身30英尺 这对于潜水人士 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潜水场所 然而 井底却隐藏了一些危险的东西 夺去了许多深潜者的生命 当然 这些危险的东西 指的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水怪 从高空俯瞰 雅阁布景就像怪兽的嘴巴 四面布满了青苔 诡异至极 尽管看起来有些可怕 但真正危险的地方 是到达30英尺之后 洞穴向下延伸的部分 这部分通过一系列狭窄的竖井分隔开来 平均深度达到120英尺 相笨的洞穴和隧道延伸出去 至少超过4500英尺 而这仅仅是已被探索的部分 然而 雅阁布景最危险的地方 并不是它的深度 而是洞穴里的一些狭窄的隧道入口 如果要通过这个入口 潜水员必须取下氧气罐才能挤过去 但是取下氧气罐也就意味着 只需要一个失误 就可能导致氧气罐丢失 这对于深浅潜水员无疑是致命的 因此 这口井夺走了数十名潜水员的生命 尽管此项事件层出不穷 却依然有一些不怕死前来探险的人 在2015年 迭哥 阿达梅 在雅阁布景 进行自由潜水时 自由潜水指的是无氧气罐潜水 完全依赖肺活量和意志力的潜水 当他在下潜到大约100英尺身时 他失去了一个脚谱 当时他想起了那些失去生命的潜水员 于是 他果断切断了自己腰间的配种 依靠一个脚谱 拼命地返回水面 才得以幸存 如果 他想前置更深 或无法切断负重 那么结果一定是让人遗憾的 第二名 使托客间歇拳 老王确定 偏离路线在天然热水池中畅游 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我感觉 这一个信息 并没有传达给所有敢于冒险的勇者 因此 我将给你看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冰岛 这个国家以其活跃的火山和温泉而闻名 在赫威塔河旁边 有一个很小 看似无害的温泉 尽管这个温泉看起来跟别的温泉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十分钟以后 便会打破此刻的宁静 这个温泉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温泉 它是使托客间歇拳 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喷泉式间歇拳之一 这样的间歇拳 是由管状孔和连接枪式的淹没系统组成 这些系统深入地桥后 岩浆会使管道最尽端的水加热直到沸腾 当水升起时 它会上升到室内 在那里水就变成蒸汽和气体 然后 这个气体会朝着水面射击 迫使周围的水 以惊人的速度喷射出来 就像一个会爆炸的热水炸弹 尽管跳进这个温泉可能看起来很有趣 但它并不全是乐趣和游戏 因为蒸汽的力量可以将水喷出130英尺的高度 这意味着它有能力将水中的物体喷射到十层楼房的高度 此外 这个间歇拳中的水可以达到464华氏度的高温 因此 当你决定跳进这个间歇泉时 会得到两个结果 要么被逐死 要么被摔死 当然 还有第三种结果 那就是远离它 第一名 大棱镜温泉 并不是所有致命的水体都是单一的颜色 就好像黄石公园的大棱镜温泉所证明的那样 大棱镜温泉被称世界第三大天然温泉 位于中途建歇泉盆地 直径为370英尺 比一个奥林匹克游泳池还要大两倍以上 这个温泉的基岩上有一个巨大的童心圆 这个圆有着彩虹一样美丽的颜色 鲜艳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魔法传送门 而不是一个泳池 但这些并不是魔法 而是从温泉中心的地热里喷发出来的水 这个水温可以达到189华氏度 当这些水扩散开来时 会逐渐冷却下来 这时会形成一个不同的细菌环 这些细菌在不同的温度下生长 范围从131到189华氏度 因此形成了这一美丽的器官 虽然这里的水非常热 能把人严重烧伤 但在这个地区 烧伤可能是你最不用担心的问题 在2016年 有一对兄妹在参观黄石温泉时 不顾所有警告标志 徒步进入了大棱镜温泉的禁区 他们计划在远离公众视线的热水池中泡一泡 但当他在检查水温时 却不小心滑倒了 他拼命挣扎 但无法爬出来 他的妹妹试图把他拉出来 但由于水温达到199华氏度 妹妹也遭受了严重的灼伤 无法提供帮助 又因为他们偏离了路径 等救援队到达时 结果已经太迟了 当时又下着雷雨 因此取消了打捞他遗体的计划 准备第二天再进行打捞 但由于这一袋的水都呈着酸性 加上酷热难耐 等第二天他们回来的时候 受害者的身体已经被溶解了 第零名 纳特龙湖 你见过能将生物变成化石的水吗 在非洲的坦桑尼亚 有一片湖泊 能将一切接近这片水域的生物 变成木乃伊 这个湖泊叫纳特龙湖 原来是一片辽阔无边的水域 却因为炎热的气候 导致湖泊里的水分蒸发殆尽 这一现象导致湖面 形成了一片广阔的寒岩矿物区域 又因为水里 还有一种深红色素的微生物 因此湖水便呈现出了诡异的红色 湖区不仅仅是颜色奇特 还是火烈鸟的栖息地 以至于鸟类在这里沐浴时 会被岩结晶包裹 让接近这片水域的鸟类 变成带有咸味的木乃伊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纳特龙湖的水具有强烈的碱性 在普通情况下 湖水的pH值高达是 当水温达到140摄氏度时 pH值将升至12 因此 在这样的水域中游泳 就如同泡在热漂白剂中一样 会给人带来严重的碱性灼伤 在2007年 一群摄影师飞跃在湖上空时 直升机出了故障 坠毁在湖里 湖水里的化学物质 严重地灼伤了他们的皮肤 几乎让他们失明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求生 他们艰难地在水里跋涉了两英里 终于成功地到达到岸边 虽然 他们最终康复 但如果事故发生在更远 或湖水更加炙热的湖中央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知道以上十个最危险的水域 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评论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